陈富雄的这一个假如我是巧英的 这一个建议听起来是蛮不错的 但是这里面有重大的问题 锻炼批判思考破解中华话术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度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谈的题目呢 是谭德塞事件 也就是说到底如何回应谭德塞呢 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锻炼我们的这个批判思考 那第一点呢 我们还是要追究事实批判思考的要点之一就是 必须就事论事 我们来看看谭德塞到底说了什么 疫情爆发以来国际质疑世界卫生组织WHO处理失当 美国总统川普跟炮轰世卫以中国为中心 错过疫情的处理时机 面对批评世卫秘书长谭德塞8号在例行计诊会上轨迹 更转而指责台湾过去三个月来对他人生攻击 所以大家都说谭德塞辱骂台湾或怎么样啊 他那在真正的说法他前面有一大段是在讨拍了 是在做自己很可怜自己被攻击了怎样怎样 这时候还没有针对台湾哦 包括说我被叫黑鬼啊 种族歧视啊 还说我自己不在乎啊 可是涉及到我们整个这个族群 我就不能不在乎了 然后画风一转说这些都来自台湾 这其实也蛮巧妙的啊 就是你前面他讲的是一般的情形 然后他一句话扣说这些都是来自台湾 那么接下来就讲说 台湾外交部明明知道 却不做缺切割 甚至在辱骂和歧视之中批评我 那我后面几句我讲念的很慢 我是赵元文的 那他这个话术的厉害点就是说 他前面重点都是在 就是就是调动情绪啦 就是他很可怜他被人家羞辱 然后呢 他画风一转说这些来自台湾之后呢 马上就接着台湾的外交部 说外交部没有切割 然后最经典的就是最后一句话 台湾外交部不但没有切割 甚至在攻击和羞辱之中批评我 那这个话的说法 他并没有说台湾外交部攻击他或羞辱他 他没有啊 他说台湾外交部在攻击和羞辱之中批评他 外交部只有批评他 没有攻击他也没有羞辱他 他讲的都还蛮是事实的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能在表面上对着镜头随便讲 他其实有认真准备过的 自真俱着 每一句话都就经过思量的 那我刚刚解释大家也了解 这是一个重要的话术 就是他先营造一个气氛 然后他把他主要攻击的对象 躲在那个气氛之下 但你去追究他讲的一字一句 他也没有真正的攻击你 好那第二个呢 第二点就来跟大家谈说 那我们的回应怎么样 那我们回应最好的不用说 当然就小英总统了 小英总统这个回应非常非常的漂亮 连蓝银的人就是全全国啊 可以说是全世界没有人不赞佩 他回答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关于谭德赛指责我们 没有跟这些网路上的攻击 或侮辱切割 关于这个指控 小英的回应是这样的 说我们台湾受尽了歧视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他并没有遵从谭德赛的指教 去做切割 但他的那个回应就告诉你说 那些网路上对你的乱七八糟说法 跟我没有关系 不但不是我所受益的 而且我们坚决反对 不但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坚决反对有个理由的 这个理由最关键 就是我们已经受尽了歧视 其实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受尽了你谭德赛 以及你背后的中国力量的歧视 但他并没有把这话明说出来 他只说这么多年以来 台湾被排挙在WHO之外 受尽了歧视 那当然最漂亮一点 就是他邀请谭德赛到台湾来看一看 这个大家评论都我就不再讲了 那相对而言 我们外交部的声明就 比较不是那么的妥当 你对照一下 外交部说 谭德赛指控我们政府和人民 羞辱他 对他做人身攻击 他点得很明 政府和人民对他做人身攻击 毫无根据 这完全是不实的指控 那外交部第一时间发出这个声明稿 很多人都替他担心 就说那如果谭德赛真的提出证据来 你要怎么办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的政府 是不会用歧视性 或人身攻击的语言去对付谭德赛 这是我们大家都相信 但是这个网路的世界 谁管得着呢 那你外交部一间承担 说你指控我们政府和人民 都是不实的指控 那关于人民在网路上的言论 你外交部有办法负责 那第三点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这两天呢 有一个新加坡的媒体 叫做联合早报 我还以为是台湾的 原来是新加坡媒联合早报呢 说他有一个标题 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台湾真的没有攻击谭德赛吗 他举出三个人 一个呢 是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说 谭德赛是在跟我们在平行时空 第二个是我们的副总统 我们副总统说 谭德赛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那第三个呢 是指控 他说 他说这个总统发言人王重建 在他的脸书 说 把这个家伙就指谭德赛 抓他去量量体温 那是武汉脑炎吗 那新加坡媒体的这个指控呢 就是完全是照着谭德赛的剧本走的 因为他所指控的这三点都跟黑鬼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台湾人或政府或民间有没有用黑鬼或歧视黑人 有没有种族歧视 他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在乎这件事情了 大家只记得谭德赛批评 这个台湾人对他做人身攻击 然后呢 新加坡媒体呼应说 你看你们政府官员有啊 一个是外交部长 一个是副总统 还有一个总统府发言人的 那这样证据就很确凿了 那当然他也有提到网民啊 不过他特别提到三个政府官员 那你就可以看到谭德赛的这个 最开始发言 我刚才分析他的这个话术 这个当然不是中华话术了 这个是普遍的话术 因为中华话术里面不会用 不会有种族歧视这个概念 因为这种儒家文化 种族歧视最严重啊 这个宜敌之友君 畏若中华之武也 对不对 为妇人与小子 为南洋也 这个中华话术里面这么很多了 那谭德赛呢 他是挑起这个歧视性语言 这个现在在这现在的世界上 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他躲在这里面来攻击台湾 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 那新加坡的媒体刚好就做了呼应 那第四点呢 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说 那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做切割啊 因为谭德赛在说 你们跟这些网军的这些种族歧视的语言也没有做切割 那么前面我跟大家讲过说 小英总统的回应非常好 他做了某一种切割 他不会让你觉得我是听了谭德赛的话才在做切割的 我们本来就反对任何歧视性的语言 而且因为我们是被有长久被歧视的经验 那么 所以要不要切割这件事情 当然就引来很多 这个社会贤达 这个电视名嘴 那这些人都来出来下指导期 大家说的都是说 都建议啊 让我也觉得这在野党 这个蓝银的朋友 这在这个上面 我也不能说蓝银的朋友建议都不好 我的意思说 我不是说他们不该建议了 那他们的建议呢 基本上都是用某一种方式做切割 那我去沈富雄 沈富雄说的最白了 他说如果我是小英总统的话 我就会讲说这个网路世界里面的这些情绪性语言 哪一个进步文明的国家没有呢 他对沈富雄这样说 这网路上不文明的语言 哪一个文明的国家是没有的呢 那然后话锋一转 就说你谭德赛还是好好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 沈富雄的这一个 假如我是小英的这个建议听起来是蛮不错的 但是这里面有重大的问题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谈今天的 要谈的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就是 它是一个民主的素养 因为在民主的国家 政府的官员 无论你是部长也罢总统也罢 其实你是不能够对人民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 小英总统的回答非常漂亮的原因就是 他没有一个字提到说网路上有不理性的语言 他完全没有提这些事情 因为以总统的身份 你是不能够随便说我们网路上的哪一个人民的哪一个语言 或者是普遍的来讲 那我们有一些不理性的不文明的 那或者是带着种族歧视的语言 你总统是不能讲这种话的 即使人民真正犯了错 总统都不能这样讲 那总统说我们反对歧视性的语言 这绝对是正确的 比如说总统说我国的人民都非常的友善而善良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你不能说你们国家有杀人犯 你这样讲就是所谓内行人讲外行话 就真是这么说的 当他在以总统的身份在说我国反对歧视的时候 他是讲我们普遍的人民 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思想哲学是反对歧视的 他当然没有意思保证说 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讲过歧视性的语言 我们随便是哪一个人回到家里看父母骂小孩 或在学校里看老师骂学生 哪一个没有歧视性语言 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所以这些下指导期的人 包括沈富雄 他们就是头脑不清楚 当然就是深重中华文化的毒 他们对于政府官员和人民之间的这个关系 他们没有警觉性 没有敏感性 那隐隐约约 暗中他们还有坐之亲坐之君的那一个传统的封建的思维 所以沈富雄是建议的是刚才我讲给大家听了 这还算婉转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学者专家 所谓学者专家 不是啦 就是按下指导学的人说 我们应该要跟 要宣布说这个我们不赞成我们网民这些不文明或不理性的语言 他要求政府出来切割 我觉得这是绝对不恰当的事情 那我也不点名了还有哪些人 我刚已经点名沈富雄了 那其他人我就不点名了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 政府不宜随便指控这个人民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说到这里呢 那我就觉得比较遗憾 因为刚刚讲新加坡的这个媒体出来指控以后呢 我们驻新加坡代表是有发声明的 他这个声明里面就完全中了谭德赛的记了 他这个声明里面就像沈富雄所指导的那样 说我们台湾是有法治的国家 对于这个侮辱性或歧视性的语言 就是要做一个切割的意思 那你对照之下 后来这个驻新加坡代表处所发的这个声明 我觉得就不是非常的妥当 那当然话说回来 我刚漏讲的最不妥当的是 总统府发言人黄宗燕 他的那个自己半夜在脸书的发一个文 这完全莫名其妙 他完全忘记他的身份了 一般人是可以这样做 总统府发言人 虽然你下班了 但是你的身份是没有办法下班的 当然他自己也知道错了 很快就下架了 把他的文章就删掉 他知道他讲错了 你不可以讲什么武汉脑炎这种话 这个是绝对绝对的失格的 事实上我主张黄宗燕应该出来郑重的道歉 不是像谭德赛道歉 是向台湾人道歉 说抱歉我在我的位置上 我说错话了 重视要做细节的区别 那我一定要跟大家再强调 其实我们在这节目强调很多次了 之前我跟大家谈 那还在选前的时候 谈假新闻的时候 就特别强调说 关于言论思想表述 我们一定要区分两件事情 一个是事实资讯 一个是主张意见 这两个是完全不能够混在一起的 所谓网路严格的监控 动不动提起诉 是指的对于事实的扭曲与辩造 而绝对不能涉及 对于思想与主张的领域 所以有那么多人羞辱蔡英文 那个话都难听到 我都不愿意再复述了 你有听说蔡英文用网路管控 或用国家法律去管他吗 没有 因为即使那是羞辱性的语言 它并不涉及事实之变造 那所以呢 我们网路上是有一些人对谭德赛有不礼貌的语言 比如说有人称他为黑鬼 但是我大致的查了一下 我们网路上没有对谭德赛事件的 或者是跟谭德赛本人有关的事实的扭曲和辩造 是没有的 所以网路管控是不能管到人家的言论自由的范围 那你说那你骂人这难道还是言论自由范围吗 骂人是不是言论自由范围 这要有法律判定 不是警察或总统说了就算数的哦 所以不能够把我们在网路上 现在因为防疫期间 政府做得很好 我在总统大选之前 我就一直主张说要强烈的提起起诉 就在网路上乱传假消息 这些家伙绝对不要饶他们 他们绝对是罪犯毫无疑问 但是我绝对没有说你在网路上不可以骂蔡英文 你无论骂谁 是否涉及侮辱或损害名誉 这都要法院判 这都不能够随随便便的 有一个有权利的人说了 就算数的绝对不可以了 那最后呢 我来回答大家心里的一个问题 大家心里一定有个疑问说 哇他讲了这么多 你讲的都对了 但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回应 谭德赛对我们的指控呢 因为谭德赛说我们网民 不管是谁有骂他黑鬼 难道这事情我们就丢着不管吗 难道我们可以容许歧视性的语言吗 大家心里还有这个过不去 这个我了解的 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丢着不管 但是在这里就是批判思考的要点 要管 批判思考就会自我问我 那由谁来管 前面我们讲了一大堆 政府出面是绝对不行的 那谁来出面呢 当然就是政府之外就是民间 所以我会有一个建议 台湾的相关的民间团体 随便是哪一个民间团体 或者法律界 其实可以有人出面跟谭德赛 做一个公开的呼吁 说谭德赛如果你觉得 你怀疑某些台湾的网民 对你有种族歧视性的语言 而且你不想原谅他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在台湾 带领你做诉讼 只要你委托我们就可以了 但是举证的责任在你 你要负责举证 那个在网路上骂你黑鬼的家伙 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五毛假扮的 你要负责举证 你只要举证了 那我们这个民间团体呢 就愿意帮你 带领你在台湾做诉讼 那到底这种语言 比如说叫你黑鬼 算不算是一个种族歧视的语言 如果要看这个语言在中文的 台湾的语言的脉络之下 的这些考量之外 还要看它的前后文 所以这个要经过法院的认定 那我们可以帮你呢 我说这个民间团体呢 可以帮你谭德赛在台湾 处理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台湾的民间 有人能够出面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是觉得是蛮好的 但是最后要跟大家讲 说类似这样的事情 是不能由政府做的 政府不宜随便起诉人民的言论 这是谨守言论自由的奋计 我们必须要坚持的一点 以上呢是借着谭德赛的事件 我们来锻炼批判思考 我跟大家谈的就是做了各种的考虑 那我不敢讲我讲的话 我的主张都是对的 但是我敢跟大家保证 我跟大家谈的基本上大家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会听到 因为我自己做过过滤了 别人会讲的话 我大概就不太会讲了 偶尔提到一点 但是我尽量的讲 大家平常比较没有想到的观点 那对或不对呢 还请大家展开批判思考 那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